大家好,我们继续为大家语音解字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汉语精音机相关的汉字 我们在前面跟大家分享了精音机相关的汉字 知道我们祖宗通过对黄金极其财金业 或者说是陶金业的观察思考揣摩和研究 祖宗认为 那么一切这个世间的运作 就是以金为本位的金木水火土的一种相生相克的演变 后来那么又可以说是并行吧 又有了所谓的八卦 那么因为这个世界就是变化了 那么就是一个意义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这是祖宗认为 那么祖宗在此基础上感觉到 一切都是万物 我们在的这个世界里头说 处的这个场所呢 有一个核心 那么那是说万物其他的我们人以外的呢 可以用金去代表 所以有金本位 后来呢祖宗通过 这种理论 或者这种认知 或者这种逻辑来反观我们人类自己 总觉得呢 有点不一样 差那么点什么东西 就像彭子所说 己欲欲而不能以三欲凡 经不起反复的推敲 总觉得哪个地方不合适 所以呢 我们祖宗认为 我们人本身自己感觉到那个己 或者说我们人的那个本位 那和金木水火土 还是不一样的 那么祖宗呢 就在这个金木水火土 这个金本位的基础上 那么对我们人类进行了反观 揣摩思考和研究 把我们人 真正的这个己 我们也见了 也交了 也抛了等等 各种各种的研究 那么要进行去描述 那么就用了一个音 叫做 精 那么祖宗最早赋予这个字 图画或者佛号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今天京城的经 大都市这个经 那么这个字呢 实际上祖宗呢 也是进行了反反复复的 这种推敲 琢磨 研究 思考 那么从在我们前面 也跟大家分享 这个高豪啊 等等 那么其实啊 这个跟精子呢 都是同源的 说白了 我们祖宗再怎么观察 我们人类是怎么降生 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呢 我们今天 人类生养孩子 生养这个 繁稀 那么 那么就是啊 要有这个跟男性生殖器 有关系 如果男性生殖器 没有动作啊 是不能有人类 新生命的 诞生的 这是 叫什么 秃头上的狮子 明摆着的啊 怎么思考 这就是这个理 那么所以呢 祖宗自然而然的 还是要追究到 我们人类的一种行为 通过自身 来进行印证 那么还是要从男性生殖器 来 入手 所以呢 也是实际上这个精子 也是一个男性生殖器 那么当然了 今天发展这个字呢 含义就多了 那么我们展现 把这个字和这个含义呢 就放在这里 后面我们交错 跟大家去分享啊 那么感觉到我们人类啊 跟其他的不一样 那么肯定 所谓的处于高端啊 不是那么low 那么低 那么属于这个 西天地之精气 包括西这个精气啊 金木水火土 天地之精气啊 的合成而成为 我们人人感觉到 这个集啊 这个存在 那么 这种 也就是说天地之核心了 其实确确实实 在我们这个星球上 主要就是 不光是我们这个星球 就小一点说 我们这个太阳系 一切都是为我们人类 所准备的啊 不管是太阳 还是几大行星 我在这个统一论里头 以前段落训论 跟一些朋友 统一论都分享过 说太阳的两千一分 两千一分之一的功能 弄到地球上啊 为了什么 两千一分之一 剩下的 从某种程度上讲 就是浪费了 那就是说句实话 为了我们人类 确实我们人类 就是一个核心 我们祖宗认知的 这个东西 感觉到 他们的感觉 也是对了 那么我们人 这个真正的自己 那么 究竟存在那呢 其实这个话题呢 到我们现在人类啊 一直到今天 也没有研究清楚的 以至于我们人类 现在好多人 已经失去了耐心 或者信心 甚至于就认为 它就不存在 就算是有在 从事这方面 所谓高级研究的科学家 用了先进的 一起设备 所以研究灵魂的存在 也在物质世界里 都打转转 就摆脱不了 我们今天就跟大家 分享到这个平静啊 就认为啊 这个我们 得得得得 有一个重量啊 有一个质量 有一个形状啊 有个如何如何 甚至于说我们人 病临死亡的时候 要放到车上去 有一些结论 说人的灵魂的 重量质量是8克 20克 16克 各种各样的说法 实际上呢 这都属于 没突破这个瓶颈 还和老祖宗一样 古今中外的老祖宗 还在这打转着 当然了 这我们能够认识到 但是呢 我们人呀 真的堕落 九亿 已经认物质为本了 那没办法 突破不了这个瓶颈 这是题外话 那么祖宗就认为 我们是吸收万物之灵 首先 吃喝 这是明白的 我们物质的肉身 要向前推进 要化 要经历生命这个过程 或者这个历程 首先必须吃喝 必须的 那么所以呢 祖宗认为 我们本身是这个世界的核心 我们吃的也是其他的物种 其他的物质的核心 那么吃的这个核心是什么呢 就叫经 就是今天这个米家清 就是经 最早祖宗认识这个经 就是描绘这个东西 是从植物上 就是这个粮食 或者果实 这上面去 所以也有粮食之精华 粮食之核心 这么一层含义 真正那个粮食的那个精气 就是那个 那个背后和金子一样的 那一种存在 那么这是 我们吃的 也是精 那么这个精呢 那是怎么来的呢 那是要遵守一定的这个 过程啊 祖宗呢 就把这个过程呢 那么就进行了观察四口 那么首先要从土 有土镜啊 从这个土的精华 金木水果土嘛 它有精华 土镜啊 就是环境的镜啊 从这开始啊 那么那个种子呢 那个植物啊 这个种子呢 那就是要生成发芽 长成这个过程当中 那么就有所谓的 只干的形成 那么这个只干呢 也就是这个 从镜里头 你这个精气的发展 要路过的一个 必须的通道啊 也叫根镜的镜 那根镜的镜呢 那么后来啊 就演变了 我们在前面 跟大家分享 这个精本身 这是男人生之气 所以叫阴镜 那么也用草的这个通道 那么阴镜 其实上也是一个通道啊 那么我们人 这个精气 要必须通过的啊 所以呢 也那个京城的经 也有这么一个含义 有通道 当然今天没有了 用草字头这个经 阴京的经 草境的境啊 去描绘了啊 那么有了这么一个字的由来 这是半岁相互交叉产生的啊 是把从经 那个开拓出来 马上来由通过 相互印证出来的 那么在所有这个 植物当中 有的没有种子啊 没有果实啊 那就是 它有它的 也有它的经 就是我们行 这个今天啊 就是这个井条的井 紫荆的荆 从某种程度上 就以前跟大家分享的 这个藤条啊 它有肉劲 有筋啊 我们在经历里头 跟大家去分享嘛 它有那个精华 所以呢 它有 很有力量啊 能够让我们来 编织一些东西 容器啊 甚至于我们 这个这个这个 使用的工具 渔网啊 网渔网 下网渔液的 一个基础 还有 说这个建房子 等等 这都是很有用的 这个东西 当然要进行处理啊 所以有了井条的井字 那么还有呢 那个祖宗呢 认为就是 这里头的那个 精啊 结精的精啊 祖宗画了 三个 当然这也是交叉发展呢 就是 圈里头点个底 其实我们今天写成日了 三个日 其实三祖宗是多 万物都有精华 就是实际上呢 就是说要提醒我们这个后人 不是那个精啊 那个粮食的那个精啊 其实你看我们祖宗就发到精子啊 我们男性 分泌出来这种所谓的体液啊 也就是生命的起源 也是精子的精 也是啊 从这来的 那么其实呢 这个精和结精的精啊 三日精是一样的 就是所有的万物都有那个精华 那么代表的呢 就是说那个原本 那个根本 其实我们今天呢 我跟一些朋友都分享了 确实就只一样的东西 很简单 没什么复杂的 那么就是 但是祖宗也是有他认识的一个路径 一个过程 那么所以这个结精的精和精子的精 精华的精啊 精神的精 你看跟神有关系 祖宗通通这些东西 我们都能从中找到蛛丝马迹啊 那么实际上是一个东西 只不过呢 是他体现了要描绘 相互去印证 相互去描绘 这究竟我们代表一种什么意思 精子精子 我们男人有精子 那么粮食有精 植物 这个动物呢 也有精子 也有这个肉 那么也是精 那么还有呢 那么我们说这个植物 没有种子 那么也是精 后面还有 我们还有这个结精的精 还有关系 描述的不光是这个 还有金木水火土啊 都可能都包含在内 那么我们这吃完了 吃精华 那么喝呢 也是精华 实际上精华是什么呢 就是水 我们水 我们今天都认识到是万物之源 生命之源 那个水 我们祖宗最早喝水 是河流的水 那最早在河流的源头 在雪山顶上 那是可以 那 那河水 那河水 大鱼 那是浑浊的 那从河中之上祖宗尝试了油 他不能喝 所以呢 其实祖宗为什么生活在河流边上呢 那就要喝那个纯 就是干净的水 喝水的这种精 水的精是什么 就是净 啊 干净 那是水的精华 所有干净的精子 那么干净净 祖宗那个水啊 那那当然干净的好嘛 我们今天不是喝纯净水吗 矿泉水吗 那要微生物 那这个这个这个 微量元素 那么实际上祖宗呢 是在河边上挖一个 我们在窖里头 分享我们窖浅嘛 井深 那么就挖一个井 那祖宗呢 就是在那河边上挖地以后 那个他出水 那就是水的精华 因为确实是水的精华 出来干净啊 又爽甜可口啊 那比河水那清亮多了 那就是水精啊 所以祖宗就认为 那是水的精华 所以呢 就有了挖这个 坑啊 就叫做井 因为这个地上呢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就是水的出处啊 也代表植物那个径 和人体的这个 性器官有关系 后来祖宗把这个东西 又去描绘过 女性性器官 因为他和这个男性阴阴 和这个井 实际上也是一样啊 就是相互配套啊 阴阳嘛 后来这个字 女性生之气 阴阴阴阴阴 还有在其他的一些著作里都有 但是已经消失 基本上没有了 那么大家自己就可以去考证 所以这个井里都出这个 我们要喝的这个水的精气 哎 那么他是冲井里都出来这个水精 但是祖宗后来又发现 我们不仅仅是冲这个水 井里都可以 把这个水呢 放置在那边边上洞 他也能够啊 出来水精啊 就是这个水的核心 那么所以有清净的静 啊 就是不动了 啊 你也能出水精 当然这些字 这是最基本的含义 往后来由于这个东西 人不动了 也可以叫静吧 那不动的含义 又一个演变 人不动是什么 就叫做静 啊 我们今天静康儒 那个静一个历清啊 就说 其实和静是一样 是指着万物不动的 啊 不光我们人 当然 所以叫水精啊 就是实际上 大家都别去 你讨扰我 我讨扰你 都安静 都静下来像水一样 所以有这个静字啊 静康儒啊 我们祖宗 这个皇帝也是啊 他也在思考揣摩 研究啊 那个 印证啊 所以有这么一个静字 那么还有呢 这个水精呢 那祖宗在金木水火土里头 五行里头认为 金生水 为什么呢 因为说这个 就跟今天这个镜子有关系 当然这个金木水火土的理论 不是一天两天忽然就出来的 那是经过千百年啊 那那是几个千百年演变的啊 为什么呢 那个水静了 平静了 不动了 能影像 和后来 那个我们这个铜啊 铜曾经 祖宗也是为时金啊 那么出来那个铜镜啊 一样能够影像出来 所以就镜子能够反观我们 让我们能够反观 所以呢 这个东西也叫做 它因为水静呢 产生的一种现象 后来我们 你总不能拿一盆水 拿什么 拿一盆水当镜子也可以 拿后来走动 有了 硬物的这个镜子 那么实际上也叫这个镜 就水静能够反射 也叫做镜啊 因为它是水静的一个特点 或者一个特征 或者一个特色嘛 所以有了这么个镜子的镜 那么这个镜呢 是有水 我们祖宗最早是在河流边上 打这个水静啊 那么通常呢 居住单位呢 就是都在酒吧个井 因为你直接喝河流的水 我们今天有自来水厂了 那工艺就不需要井了 那祖宗那个时候 就是自来水厂啊 就是霸水洁净 实际上就通过大地过滤嘛 那渗透渗透 把杂质都渗透掉了 那就除了水晶了嘛 那祖宗实际上 也在研究这个东西 所以呢 居住地上都有个井 祖宗就说 你不管在哪居住 你在河边的时候 也不是直接喝 你去洗衣服 可以啊 洗澡可以 但是你喝的啊 那个要喝精华 所以 往往居住地都有井 后来祖宗认为 这个水呢 你不一定从河流能引到 把河流掘了 都能被淹了 所以呢 就农业的时候要灌溉 所以每一定的区域 要打个井 从那提水上来进行灌溉 后来有井田制 为什么井田制 或者这个井子 其实最早这个井人祖宗 就画了个圆片 点了个点啊 和日子人 那个结晶的井是一样 后来我们今天 哦 四斗矿 为什么呢 源自于秦朝 所谓的井田制战国时期啊 因为你耕地呢 一定范围的有个井 所以叫井井有雪 那个井排着 端子居然就 按照顺序来 你一个井只能浇灌多少地 那个井字 我们今天这个井字啊 就是中间是井 四周是水道啊 其实这祖宗都是这么慢慢演变的 那么有这个井井有条等等 这么一个含义 那么后来那个井的这个 这个洞啊是挖水的 后来我们不说吗 祖宗用来打猎陷阱啊 不光打猎了 坑害人啊 也叫这个东西 就是它是一种 人工制造的建筑啊 就是用来打狩猎 或者骗人的 有陷阱等等 这有这么一个井地的演变 因为喝那个井 它这不浅而已 但它不是叫 叫是有侧耳的 有洞的 所以它这个是没耳的 就是知乎隆通一个东西 那个窖是往两面有分支的 我们在窖里头可能没个拉 只是说有这么个东西 储藏东西的叫做窖 那么这个就有陷阱的景致一个出现 那么植物 我们吃的粮食和水呢 这就是他们这么一个精华的运作方式 路径一点一点的怎么来的转换 那么就有弯了的意思 就是我们今天竞争的这个径啊 那么也叫完了的意思 那么就是 当然竞争也有竞争 一会儿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完结 那么他们这个经的运作完了 那么他们要遵循一些途径 一些轨道啊 就是经啊等等 那么我们人类呢 那自然你是万物之经 那你也要遵守一些途径 要有这个过程 要在这个轨道以内 所以呢 有经典的经子 经典的经子呢 当然是一个综合的反应 往后来还要加上后面祖宗一些揣摩思考研究的信息知识的柔和 在最终形成我们今天这个经啊 经过的经 包含了所有的含义 这是最基本的 就是你要在这个轨道以内 keep in the track 要在轨道你不能出去 你这有约束 后面这些年都奔解出来了 祖宗都这样经营了认知 那么有了这么一个境 境这是我们吃喝完了 那么同时我们其实这个境子呢 也由我们人做成了 境了 境实际上祖宗也化了 那死亡嘛 其实也有死亡的意思 人死亡 麻了嘛 所以呢 这些东西通通都有一个途径啊 有个这个轨道 那么就是 途径的境 双离儿这个境子 当然也指人啊 要遵守这个经 还有这个经加个走资 也是就指这一个通道啊 你要遵守的 你不从这走 可以 应该被刮伤 被摔伤嘛 不平淡嘛 这个境乎 当然是我们人类自己开发的 整个世界原来没有境啊 那么后来人整出来了 那么这个物质世界原来也没有境啊 我们人制定出来了 要去遵守 完了以后要从上面走 其实这阴影和信息都在里头 那么这是说这个境 后来祖宗呢 那么境界的境啊 我们今天和那个 有时候说境界高嘛 那看没有 境是土 又境界高 那隐藏那里头呢 就是这个土里头有 有王井 一个王加井相的井子 这是指 宝玉啊 闪闪发光的宝玉 是指说这个土 金木水火土啊 这个金啊 在那里头发挥作用 体现 就有了这个 这么一个井 代表宝玉 或者是说 尊贵啊 等等各种各样的含义啊 当然今天可能很少 那么祖宗呢 就是 又 好几个方向啊 这都是同时 或者是交错进行的啊 就观察我们真正这个自己呢 那究竟在哪 肯定在这个身体里头 集万物之星 去吃喝 长成了 出生了 出来长成了 那么我们在哪呢 那祖宗曾几何时 认为我们这个境界 就在眼里头 因为我们观察这个世界 都我们现在 马上就可以印证 我们看这个世界 好像就说 眼在看了 眼呢就是我们自己嘛 所以我们觉得 啊 我们就在这个眼里头 所以祖宗后来又去解剖眼 那么这个地上 就是我们人的经 所以叫眼睛的经 后来感觉不对 啊 有心 祖宗最早认识是心 所以也有心境 哎 跟上跟上的啊 那么就是说 这个经 眼睛的经 啊 后来祖宗 觉得因为有的人 他不失明嘛 这就这点 所谓万物相生相克 大自然 都在告诉我们 巨量的信息 那那失明的人 那么他没有经吗 所以眼睛也不对 祖宗后来 那么就纯指 这个眼睛的经啊 而不指着 啊 京城的经 精华的经 不是这个了 那么就有了 母亲叫眼睛 特殖眼睛 那么我们人类要尊 也要遵循在这个通道 遵循这些规则啊 你也不能乱来 那么这个通道 那么要沿着一定的途径 沿着一定的轨道发展 那么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境 我们在这人境嘛 那么人身上 也有这样的地方 我们叫平静 就是脖子 这个地方就是个通道啊 你不能再拖了 他没有啊 你不行 不经过他不行 所以呢 就是个脖子啊 也叫做境 就是说这么我们脖子 当然你有头上 肩膀上顶着个头 有个脖子 那脚还一个脖子呢 那最低下 因为祖宗曾几何时 我在前面 忘记了 跟大家分享了 没分享 就说人 祖宗为什么说 个脚啊 脚的时候脚的 因为这个人 就是从脚长起来的 祖宗是这么认为的啊 那当然了 说我们是同时长起来的 因为我们今天又 生理学吧 大家自己去考证 那么就有这么个净 脚脖子也叫净啊 就是脚以上 跟小腿之间 也净也细啊 所以这种比较细 你就必须通过的地方啊 就净 你就必须遵守的啊 和经典的经实际上都是交错 都在一起 但只不过形容我们身体上的器官 你总的有个名声 跟大家去分享嘛 叫大家知道啊 你这个名称是什么 什么含义 所以有了这两个字 一个脖子颈 一个脚颈啊 那么这两个字 那所有人这些东西呢 还有一个什么东西 就是我们个静 我们在静啊 记记相关 现在跟大家讲 就是说我们一切都是力量 但是呢 他我们也都做静 是怎么回事 他也是 我们人力量的源泉 或者说通过这样一种表达 尽道的尽 也都做尽道啊 这个字呢 大家自己去考察呢 就是说 这实际上呢 只是相互去描述而已 你描述这个 这个描述那个 之间相互印证 和我们人之间是一样的 那么这有了这个金啊 那也叫读着金啊 那么有了这么一个字 还有呢 那么我们祖宗认识到 那么我们 这个陆地上的人和动物 那么水里头还有一种 那么鱼啊 虾啊这些东西 那么他的这个 一种动物啊 那是高级的 和我们人一样的 对应的是金 实际上他也是一种哺乳动物 这也是也是 跟人接近 他如果水族而已 就是金啊 但是不叫鱼啊 那和鱼不一样 那祖宗 这是后来演变 更后来的演变 那么也叫做经 因为他属于和人一样的 这种天地之精啊 那么所有祖宗都认为 这些都有这个 精气 核心 本位 那么呢 各自展现 各自在自己的范围内 人我不能到别人的身体里出去 别人也不能到我身体里出去 你看没有 既是一样又不一样 那么就和 你有你的范围 我有我的范围 植物也是如此 你占有这公年 别的就不能占有 我从都对其中综合的思考 揣摩研究 观察 那么就说啊 万物的这些精华啊 精气核心 就是一个劲儿 就是我们周围的一切 就是这些所有的精华的一种展现 所以叫劲儿啊 这所有的一切都 自从各种表现不一 那有的成为植物 有的成为草 有的成为兽 有的成为鱼 甚至水 石 土啊 甚至日月等等 这种都是 各自的精华 就是在前面那个精华的精子 万物三个日啊 这代表多 不是说就代表三个 都有精华 所以这些精华 在物质红尘当中 画的过程啊 或者这个演变的过程 经历的过程 那么就是个劲儿了 所以我们今天愿意去看 各种表现不一 叫我们赏金月墓 这就是景致的景 那么祖宗呢 再去进行全面的释考 所有这些东西呢 那就知道 有一个经典的经啊 各种规章制度啊 等等 这都演变出来了 还有说这个路径 还有这个 盖药等等 等等等等 等等吧 那么演变出来 还有说装书的那个经维 各种各样的演变 都是啊 就是这个路径 遵守的规则的一种 呃 一个方面的描写吧 一个描述 那么祖宗呢 就发现任何大家这种精气呢 尽管我们人采集天地万物之精气 独立于金木水果图以外 但是大家呢 也都各自有各自的这种 平等的隐隐约约 大家都一样的这种存在 所以大家呢 都是各自自我展现 相互相处的一种状态 就叫做静 你遵我静 你有你的 我有我的 各自接受彼此的存在 所以就叫做静 静心的静 静养的静 其实呢 这是说一种外观的 外在的物质世界的体现 就叫做静了啊 后来演变成 就是我在那个论语里头 跟大家分享这恭敬两个字 有解释吗 这个静呢 就是外在的表现 跟其心的不一致的地方 当然这是后来的一种演变啊 那么还有呢 我们遵守这些规则 那么要有所警惕啊 我们在前面这个静啊 记啊等等都有 我们不能做 我们是可以选择做 但是选择了我们要 要承担后果啊 要承担选择的后果 要负担责任的 那谁挖的坑 谁要去填 谁垒的山 谁要去平的 那么这里头也有 你静也得有 有约束 简也好 什么东西也好 那么就是警告的静 这就是说大家相互去分享 相互去交的时候 就要分享的一些信息 所以一定要警示相互提醒 所以今天又警示是危险的 你做多了危险的 失去人身 浪费生命 这真的需要我们警醒的 有警惕的警 危险的东西 我们要战战兢兢 那么就有了另外一个 就是各自 每一个和两个课 也叫经 今天我们就竞争了 要去争 争啥 就是之间你也做 我也做 不存在什么竞争 当然你偏执的就认为 那么你要争 我也讲什么天径 物竞天则 适者生存 这纯粹就是 稀里糊涂 不懂道理 所以这有一个警 大家你也一样 我也一样 今天那个警 是体现了一种平等 完结 当然当然 韩义都在里头 就是说你活着 我也活着 大家就是 彼此要尊敬 实际上这个两个警 战战兢兢啊 你要小心啊 不能觉得自己比别人尊贵啊 也不你没有必要认为 自己比别人低下 当然了 有的人 你不低下 那低下也是高级 高级也是低下 所以好多人明白人 不会去计较这个东西 所以呢 有这个双刻镜啊 那么其实就是 大家大家都要去 进行体现了平等 等等的镜啊 通通都在内啊 那么还有呢 就是人镜 人镜 神代表就是 人 言嘛 有言了 就是相互去提醒嘛 那么 提醒也好 要去说一声 就进 所以我们呢 孔子说 自从武冲 代表以来 不敢不告也 所以人要去分享 那你明白了 要跟大家 但是大家可以不接受啊 没关系 但是呢 你知道了 就要去跟大家去分享 就要去提醒 提醒 你知道不提醒 不敬 那就是不敬 那是你的事 你 敬了 那你就敬了 就跟你没关系了 当然 这就是里面的道理 哎呀 其实也很简单 但又不是一句话 两句话 能说清楚的啊 没有呢 那么有经 竟然我们就有些行为 我们可以选择 我们不懂事嘛 那么就有些行为 我们就要去改正啊 叫反省啊 等等 那这在镜里头描述 我们祖宗也 根本留了一个字叫镜 啊 一个镜是夹刀啊 要干什么 要去除 要 有这种 决心啊 把这种坏毛病 把他紧 紧了 危险 要去掉 所以有紧啊 就是砍掉 剁掉 挖掉 那是个含义啊 那么还有呢 我们用内心 去想这个经 经 新字旁 加京城的经 经后来就多了 经英啊 经英的大城市里多大 大城市 经英阶层啊 所以今天大 大城市也是 那小城市没有经嘛 那么就考虑到 就要 心经有所顾忌 哦 原来这么回事 实际上脑腰一切都是 内在啊 真真真正要相互 怎么说呢 一种尊重啊 天道 法则 人 灵 经之间都要相互去 彼此友好相处 平等对待嘛 所以呢 就直经啊 就叫做经旗 跟自己认为物质是世界 不一样 那么所有这些都想明白了 心经 把这个所有的经 天底下万物之情 通过心经弄明白了 叫经 也叫物 觉物啊 也叫经 心经啊 心经啊 那么有了这么一个字 还有呢 你该经的 就是砍掉的 这些经啊 你不砍 就会经乱的 经病啊 就是真正那个自己 迷失了 经了 身体生病啊 自己连自己都控制不了了 得搜啊 颤抖啊 我们后来 由于这种 你自己都糊涂了嘛 所以作为一种疾病 抽筋啊 也叫经 那么有了这么一个字 那么时间马上就到了 只能跟大家分享 这么多 也只能给大家 经这么多 关于 经因 及其相关的汉字 就经这么多 好 谢谢大家